一直以来都有小伙伴私信问我 如何利用Confi UI来实现视频转视频 我本以为在看过之前的Animative教程之后 大家已经可以自己搞定了 既然还有疑问 那我就来分享下我对视频转视频的理解 视频转视频 顾名思义就是从原视频提取视频的某些要素 创作出我们自己的新视频 我将整个过程分成这三个部分 将原视频拆分为图集 参考图集生成新图集 将新图集合并为新视频 第一部分的图集拆分不用多说 可以用Confi UI的Load Video节点 或是第三方工具如FFMPEG、PR等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想要增加视频的FPS 可以考虑使用Rooframe Interpellation之类的补真技术 第二部分的生成新图集是整个操作的核心 操作之前我们得明确自己的需求 如果只想复刻原视频的动作 可以利用ControlNet中的Depose或OpenPose 来提取每张图的动作信息 如果希望更全面地参考原视频 那可以结合Candy、LineArt、Depth等功能一起使用 倘若只是为了风格 那使用IPAdapter就足够了 在生成图箱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配合自己的大模型 正反向提示词 Y.Laura 来控制图片的效果 如果想给人物换张脸 用上Reactor也没有问题 生图这里的关键则在于AnimateDiff 它能保证新图集的连续性 看过之前系列教程的都知道 这点我就不啰嗦了 最后是美图 对于新的图集 我们可以通过FreeU AddTaylor等 加入一点点细节 或是高清扩图做Upscale 完成新图集后 简简单单地合并一下 我们就能得到自己定制的新视频 纵观整个过程 就像是在拼乐高 每个部分都相对独立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把任意部分换成自己习惯的工具 或是插件 又或者随着技术的发展 可以各个换成最新最酷 效果最好的算法 只要保持主线不变 转视频就是这么简单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workflow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这是本次视频中会使用到的Custom Notes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下载 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简介中提供的链接里下载 下载完成后放到Custom Notes文件夹即可 现在我们进入Confi UI 双击屏幕 搜索load video节点 我们准备好的视频素材会通过这个节点来上传 点击最下面这个按钮 跳转到文件夹 选择你需要的视频素材 上传完成后 虽然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但实际上是不能直接用的 这个节点有点bug 需要你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再点video这里 仔细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发现了 这里input后面的斜杠有一个变成了两个 只有这种视频是可以使用的 找到我们刚刚上传的这个视频 点击它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先给它连接一个preview image 这样就可以直观地看到 它里面参数的效果 一般来说 我们需要调整的参数只有两个 一个是frame load cap 它表示最多加在多少帧图片 如果是0就表示加在这个视频的所有帧 如果是其他的数字 则表示加在那个数字对应数量的图片帧 比如这里我写个8 点击运行 预览图片节点里就出现了8张图片 数量与我们刚刚填写的数字是对应的 现在把它改成16 就会得到16张图片 再来看第二个需要调整的参数 skip first frames 它表示的是需要跳过的图片帧 如果是0 就表示不跳过任何帧 直接从第一帧开始读取 如果是其他的数字 则表示需要先跳过对应数量的图片帧后 再开始读取 比如这里我写个120 表示的是我需要先跳过120张图片帧 然后再依次拿取16张图片帧 即整个视频的第121到第136帧 点击运行 很快我们就获取到了期望的那16张图片 通过这两个参数 我们可以灵活地按需选取 视频转辉的原图集 现在接着往下走 新建一个upscale image节点 用于缩放视频中取出的图片 尺寸这里我写上540x960 虽然我视频素材的尺寸是1080x1920 但Stable Diffusion直接生成这个尺寸的图效果不是很好 人物的四肢很容易出现问题 且与背景的结合效果很差 我建议先按小尺寸生图后再做高清扩图 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CtrlNet的部分 我会给大家多演示几个预处理器 在实际使用中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开启一个或多个 首先我们来新建一些需要的预处理器节点 对于视频转辉来说 常用的有OpenPose、DoPose、LineArt、SoftEdge以及Depth 我先增加OpenPose预处理器 将它输入端的image连接到upscale image节点上 再在输出端连接一个previewimage节点 点击运行 第一次处理Pose的时候会稍微长一些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好了 刚刚图片中的人物Pose已经被提取出来了 接着我新增一个DWPose的处理器节点 增加这个节点 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虽然DWPose出来后 不少人认为它的效果比OpenPose好很多 但在我看来 它俩其实是各有千秋 OpenPose识别的整体骨骼更优秀 而DWPose能更精确地识别手部、脸部等骨骼 因此不能片面地认为DWPose是OpenPose的替代品 最好是根据自己的视频素材及需求来选择更合适的节点 我们再添加其他几个预处理器的节点 以及相应的previewimage节点 执行完成后 大家来观察下各预处理器出来的效果 Lineart对人物线条把握比较仔细 Soft Edge抓取的是人物大体的轮廓线条 Depth注重的则是人物的远近纵深关系 现在我们来为预处理器们补充一下CtrlNet节点 模型需要选择跟预处理器对应的 接下来我们添加一个基础的纹生图流程 新建Checkpoint节点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大模型 添加Sambler和正反向提示次节点 将Seed值转成Input 双击这个点就会自动新建出一个种子节点 Latent Image这里要连接的是YEncode节点 然后将上面的这个UpscaleImage节点上的 Image输出端连接过来 增加Y节点 选择合适的Y模型 接着增加YDcode及后面的图片和动图节点 为了保证生成图片的连续性 我们还需要添加AnimateDiff相关节点 我这里增加的是AnimateDiffLoader 及UniformContextOptions节点 除此之外 再增加一个叫FreeView的节点 它的作用在于 能对使用的模型进行一些优化 参数可以保持默认 AnimateDiff的模型 换成了这个我自己惯用的 接着添加一下简单的正反面提示词 它们会应用到整个图级的生成 如果你想做更精确的控制 可以使用PromptTravel 这可以参看我之前的教程 其他参数暂时保持默认 现在我们将刚刚的CtrlNet节点 介入到流程中来 这次我暂时只添加DWPose跟LineArt功能 将它们的输入输出端连接好 将其他不用的功能禁掉 点击运行 为什么只使用了两个CtrlNet 因为我觉得它们已经能满足我的需求 这个大家在自己做的过程中 也可以注意一下 很多时候并不是使用的功能越多越好 例如同时激活了LineArt和Soft Edge 它们提供的参考有些重复 还会对显卡造成额外的压力 生图的时长也会增加 电脑还不一定承受得住 我用的是GTX4080显卡 在只运行这些节点的情况下 仍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结果 在两倍速的加持下 结果出来了 生成动图中的人物动作 姿势等都与原视频的一致 整体动作流畅不闪烁 人物服装则参考了我写的提示词 但画面质量比较模糊 人物的脸部也有些崩坏 我稍微美化处理一下吧 简简单单地利用Reactor换个脸 双击屏幕搜索Reactor节点 Import Image连接到上面这里 Source Image连接到Load Image节点 然后选择一张想要替换的脸 将后面的流程节点也完善一下 点击运行 在种子固定 且其他参数没做变化的时候 程序运行是比较快的 会直接从Reactor节点开始运行 好了结果出来了 调整下节点大小 跟圆图放在一起对比 可以看到 人物的脸部已经被轻松替换了 虽然整体画质有所欠缺 但人物脸部已经非常完善了 下一步就是高清修复 这次我选用的是个人最近比较喜欢的 Ultimate SD Upscale 我们先来找到这个节点 然后将其需要的输入连接好 再新增一个Upscale Model节点 模型就用默认的这个4X Ultra Sharp 接下来修改一下这个节点里的各项参数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 或者直接参照我的来 新增Preview Image跟Video Combine节点 格式选择MP4 框选Reactor相关的这几个节点 将它们拖下来放在高清修复后面 断开Import Image输入端的点 然后将它连接到高清修复的Image输出端 这里的意思就是 我们直接给高清修复后的视频进行换脸 操作完成之后就点击运行等待结果 因为加了高清修复 这次的运行时间会比较长 我直接跳过生成阶段 给大家看结果 这里是放在一起的三个视频的结果 最左边的是圆图结果 中间的是高清修复结果 最右边的是高清修复并换了脸的结果 可以看到 高清修复后的视频中 人物的清晰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但脸部有些微的闪烁 而经过换脸后的视频 画面不仅高清了不少 脸部状态也更稳定了 以上就是我这次做视频转视频的过程 就像我开场时候所说的 视频转视频 本质就是这三大阶段里面的任意部分 你都可以替换成你自己习惯 或者擅长的方法 每个部分的技术都会进步 但在一段时间内 这个过程大体不会改变 我也希望 大家能给我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共同进步 好了 本次视频的所有内容都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